座椅呢是可以调成这个几乎是全屏的 长途的过程是非常舒适的 特别的顺滑 特别的流畅 整个的调校也非常接近于流程 我应该换了二十几台 接近三十台车了 不是吧 甚至是有时候一个车只开一个季度 可能就换掉了 其实我在买这款车之前 是不打算换车的 只是因为发现了这款车 感觉理想这款车非常的理想 纯粹是因为喜欢这款车 才换的车 当时对比的车型呢 是有P48的Model Y 包括蔚来的ES6 ES8 比亚迪的康DM D1Model Y还没有上市 等待的话需要时间 从各种媒体上来看 Model Y的各方面的覆面也比较多 包括还有一些这个 不太适应中国的一些配置啊 可能本土化这方面 理想万做的要好一些 康DM呢有一点就是比亚迪作为一款传统的中国品牌吧 后来做电车呢 就感觉它这个品牌的调性 档次各方面要差一些啊 再就是蔚来的ES6和ES8啊 他们目前的这个方案呢 是换电的这种方案 对于我们这种生活在三线城市的人来说的话 可能不太方便 那么唯独理想万这款车呢 是一款增程式的混动车型 它是没有里程焦虑的 但平常开起来呢 完全是电动车的这种体感 呃 所以说就觉得理想万是最佳的选择 我是6月份买的这台车嘛 当时这台车的销量应该能达到六七千台的样子 这也是让我比较吃惊的一点 通常来说 一辆车上市大概半年以上 六七千台的保有量的话 全国来看哈 呃 会有个十台八台二手车在网上挂着卖 都是很正常的 但是这台车呢 当时确实非常的这个另类哈 各种平台上翻了一遍啊 就找不到一台二手车在卖 这也是让我非常吃惊的一点 那实际上从保质率的角度来说的话 这款车已经非常保质了 尺寸够大 性价比非常的高 配置只有一个 就是顶配 但实话实说 真的没有优惠 车价就是三十二百八啊 赠送了这个终身的质保 没有优惠就没有优惠 反正大家都一样啊 那我就更加坚定了想买这款车 大概八成吧 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市区的行驶 剩余的两成 基本上可能是跑高速 我每天的这个行驶里程呢 大概是二三十公里吧 是两到三天 充一次电 快充呢 速度是比较快的 电量从百分之二十充到八十的话 大概也就是半个小时 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一百之间的 大概也需要半个小时 我基本上是晚上去充电站充电 密度电的价格在七毛钱左右吧 呃 这款车满电的状态 呃 实际续航呢 大概是我实测的 大概是一百二三十公里 我买车接近五千公里的 平均电耗是19.5 然后综合的油耗是8.9 呃 这个油耗高呢是因为我主要是在高速上跑的这个 这款车因为是跟城市混动嘛 他不是看实际的 就是全部的行驶里程的 他是看这个发动机的工作里程 我一年算下来的话 呃 纯粹应用的行驶里程可能最多也就五千公里 按照保养的这个规则来说的话呢 一年可能就只需要保养一次就可以了 保养的费用也很便宜啊 好像六百来块钱 电车的这个体感跟油车是完全不同的 除了胎噪和风噪以外 其他其实没有任何声音的 NVH 呃 好的应该说不是一个导次 原来SUV开起来相对来说比较笨重 反应比较慢啊 等等这些毛病 在这个车上一概都不会有 呃 油车你在突然加油的这个过程中呢 它肯定有个一秒左右的一个延迟的 但是电车呢 这个延迟就非常非常的少 非常非常的低 能化方面呢就更不用说了啊 它跟油车简直是不能相比的 逼到一个非常惊人的一个尺度 下面我说一下这个车的几个优点啊 首先一个呢是这个厂家是采用了这种直营的模式 它跟传统的赛链的模式是不一样的 它这个价格是全国都是统一的 对驾高的控制方面也好很多 其次呢 购车的这个过程中啊 没有任何套路客户的这种感觉 这款车的配置是非常高的 呃 只有一个配置 就是顶配 前排的这个座椅的通风加热 方向盘加热 所有能看到的地方 基本上都是以这种 APAP去包裹的 用料呢是比较足的 你比如说这个前挡风玻璃啊 它叫这个镀银玻璃 它的隔热效果呢特别好 呃 它也在ETC的这个位置留了一个 让我们贴ETC的位置 不不阻挡这个ETC的信号 呃 新式救助仪 它是原车配备的 车内的空间表现其实我感觉是非常优秀的 它非常类似于MPV的这种感觉 第二排和第一排非常充裕 第三排呢也是够用的 座椅的整个的这个质感非常的好 麦巴赫的这种头枕 是用这个GP的这种材质 呃 是非常的舒适的 座椅呢是可以调成这个几乎是全屏的 长途的过程是非常舒适的 这款大屏呢用的材料也是非常好的 整体的这个触感和操作的这个方式都非常的简单 而且随着OTA呢也会不断的改进呃 呃 原来一些小的缺陷 再就是这款车的LR 第二级别的这个自动辅助驾驶 平常跑长途的这个过程中 或者是说失去拥堵的过程中呃 非常的省力啊 电动车的这个加速线性是非常非常优秀的 特别的顺滑啊 特别的流畅 整个的调效 呃也非常接近于油车啊 长回收的这种模式 也不会让你感觉有那种非常明显的拨拽感 这款车呢用了双层的这种隔音玻璃 呃整体的这个驾驶感受也是非常非常安静的呃 轮胎呢也是占用了米其林的静音轮胎 所以说整个的这个静音性表现是非常英秀的 这款车的能耗方面 我觉得也是非常大的一个优点 它的能耗可以说是这个同等油车的八分之一啊 甚至十分之一啊 这款车现在按照这个平均电耗来算的话 基本上一公里也就是一毛到一毛五之间 我之前也粗略的算过一笔账啊 就每年大概开两万公里左右的话 它能给我省下来能耗费用的大概能省一万多 是这个售后方面 我们这个三线城市呢 目前没有建这个车的体验中心和这个售后中心 售后呢现在是依靠这个神会城市 济南和青岛啊 这边上门来服务的 对于处理这些小问题方面非常的积极啊 这个车发现了几个小缺点啊 这个镀壳式条这种风边工艺啊 它这个是用的不锈钢的材质 然后塑料的风边工艺稍微缠一些 南边的这个势板啊 原来在关门的时候在摁的过程中 就感觉里边的胶啊 好像有点粘的不太好 摁的时候有点异响啊 但是它这个售后呢 这个唯一反应这个问题以后呢 也是很快的给我解决了 这个感应啊不是很敏感 有时候你看现在伸一次手 不管用 好了现在感应到了 个别的时候呢就会出现这种 不是很敏感的现象 虽然这个车配备了这个原厂的 行驶记录仪啊 但是行驶记录仪呢 你许你要想要调取这个监控录像的话的 还是需要把这个卡拔下来 然后插到电脑上啊 才能看到这个录像的 屏非常大 但是有一个坏处啊 就是我们平常这个手机 现在看好多视频的时候 是需要脱屏的 现在目前呢是不具备这个手机 脱屏到大屏的这个功能的 私下屏呢 它合作的平台是爱奇艺的平台 要看优酷里的内容 或者是通讯视频里的内容 那么还是不能投屏的 这样非常不方便 有关于下次再换车呢 我觉得肯定是再换纯电了 下一款再想买的车型 我觉得除非是又出了什么新型的这种 更加有科技感的这种电动型车 其他的话可能不会再做更多的考虑了 给你 散毕业 电动的 p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